我是林平芳 最近两个月前有个好朋友告诉我 他的耳朵有水有声音 医生对他说耳膜破洞了 唯一做手术不破洞 我听了之后就告诉他要用我的方法 因为我和女儿的耳朵也是一样问题 用这个方法好了 后来他用我的方法 他很害怕 告诉我有一个硬的物件出来 我叫他不用担心 因为你的耳膜发炎出水 后来他的耳膜收干也好了 我这个方法不用吃药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请看我的视频 对 我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凭我成功的经验 可以帮到很多人 为什么我很重视这个视频告诉你们呢 因为我跟女儿的痛苦 连医生都没有很好的把握 我曾经统计我的十个朋友里面 有四个耳朵有问题 觉得蛮痛苦 如果用我简单的发明 帮助很多人 这个方法靠我一个人告诉很多人 很困难的 希望如果你们弄好了 告诉很多朋友 等于我们做善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